很开心就是你们两个都各自做到很带动到现场 虽然刘洋这一组稍微有点问题嘛一开始 对 吉他就第六前跑到深地去了 关键是刚刚你唱的跟着你的吉他一起跑掉了 但是我觉得还行 因为其实呢 你觉得是个梗 我以为是个梗 我以为你故意唱的完全四句完全不知道在哪里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卢俊杰之后看了你一眼很不屑的去后面 就我感觉你们俩设计了个梗 就你去后面你别唱了 就以为是这样 挺讨喜的 卢俊杰包括刘洋这两个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 因为摇滚这个事吧挺麻烦 就是态度有些时候坚持的 但是你会很受牵绊 或者说是障碍 本人也是做摇滚乐二十年了 虽然很失败 也没什么名气 就因为小众没起来 但我希望你们不要走我的老路 但有些该走也得走 就是我觉得做音乐要保持一个年轻的心 年轻对于我来讲就是年轻就是活该 然后年轻就是做自己 年轻就是爱谁谁 所以我喜欢更摇滚一点 龙哥说得好 谢谢老师 我眼看着俊杰在变化这三次见面 我觉得你越来越放下来了 然后刘洋我觉得你是一个好的噪音吉他手 谢谢老师 但是我实在太喜欢Rainbow的那首歌了 因为那首歌就那时候 今年吧听到最让我耳目一新的歌 我自己看下来的感受就是 好像自己在看一个校园的演出 可能Rainbow跟田园 他们俩就是大一新生 然后觉得大学生活超开心超快乐 然后拥抱大学生活什么都很happy 然后相较起来刘洋跟鲁俊杰 可能就大四毕业了 马上要踏入社会那种感觉 就是都是小小少年 但是两个情绪完全不一样 然后都很好都很喜欢 然后也是宇宙无敌 爆炸喜欢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 谢谢男老师 谢谢男老师 请各位